好吧 我们来继续再看 公式 公式当然没什么 没什么好玩 公式就是要去背 但背的时候 要去了解每一项它的意义 那Resolution 刚已经讲过了 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Resolution 就这个是可以 直接由你的实验的结果 去求出来的 Resolution 那公式在这边 是两个 A在前 B在后面 两个P 两个分析有它的retain time之差 PrB 减上TRA 就这个βZ 然后再除以呢 两个Pigree 相加除以2 随着2本来应该是分五 是平均宽度 平均的这个Pigree 那么当然 这个算出来的R值呢 它大的话 跟小的话 那它的意义是有的 那这个地方 这个作者呢 用了这张图 假如说它分离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话 根据这个关系算出来呢 R值 Resolution 0.75 解析度 0.75 这个是1的情况 这是1.5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 根据你做实验的结果呢 算出来一个Resolution 然后这个Resolution的大小 可以让你呢 知道它分离的情况好不好 那如果说今天你看过这个图 Resolution 是0.75 是这样的分离情况 1.1是这样子 1.5是这样子 以后呢 你不用告诉你 不用秀给你这个分离图形 然后告诉你 我的结果呢 Resolution是1.5 那你也知道 两个分的好不好 很好了 1.5就很好了 那如果说是你 Resolution的0.75 你当然就知道 两个分不开了 就不需要去看这个实际的结果 光是根据这样一个 一个Resolution R值呢 你马上应该在脑子里面 会有一个 有这样一个印象出来了 分离的好不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算接数字 有的时候呢 你不然每次去绣张图 给人家看 这个太辛苦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直接给你一个数据 就可以了 同样讲这个Resolution的地方 解析度 这是Harris那本书 一个作者 一样的 也是用秀术的方式 R等于0.5 0.5的话呢 如果是两个peak差不多高 0.5的话是完全分不开的 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呢 是一个很胖的一个peak 那这里面呢 那这里面呢 事实上是两个成分 是Resolution的0.5 完全分不开的 那0.75的话呢 是还看得到说 是有两个成分 但是分不太好 所以你真正去画的话 它两个peak 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overlap 这黑的地方代表overlap 重叠在一起了 所以你看出来 加分在一起了 所以电量是分不开的两个地 1.0 1.5 那我们通常分离的时候呢 分离到R等于多少 一般就接受 说可以了 因为这个做实验啊 尤其研究生啊 比如说为了分两个东西呢 分不开 分了半年了 找条件 好可怜没错 以前我在这个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是念硕士 这个我是念硕士 然后在转的 比如像训练过去 我的一个学长 我就看到每天从没破远 我都毕业了 他还在那边找一个条件 这分不开 这两个币分不开 当然他那里面有五个币 但是有两个分不开 所以找来找去呢 这两个分开了 另外两个分不开了 所以他找了半年 我跟他说八岛我毕业了 他还在找 所以这个做实验啊 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情况 你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所以一定要是不能太高 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分离结果都是1.5以上 分得非常开最好了 但实际的情况 每个时候分就分不好 所以我们一般说1.1就可以接受了 就这两个 这个计算一下 Resolution的1.0以上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好 这个是 下面再讨论好了 我们先回来这边 这个是Resolution 根据你的实验结果去算Resolution 那还有一个公式看起来比较长一点 那这个公式呢 也要背 那这个公式呢 它不是有你实验的结果 不像这边 实验结果去可以求收了Resolution 那这个公式也是Resolution 对不对 它跟Plan Number的关系 跟这个Alpha 是这个 Selectivity Factor的关系 跟这个K 是Retention Factor 所以它这个Resolution呢 跟三项 Plan Number N Alpha Selectivity Factor 跟这个KB KB呢 是Capacity Factor 或是Retention Factor 三项的关系 那这个做什么用呢 它不是从实验结果去算R 而是说 我今天有一个情况 分不好 然后怎么办 你就逼不了业了 那你要想办法分好 那我怎么去做 比较有机会会成功 你不能就 跟那个 Milk的苍蝇 乱赚 就每天都 东坐西坐 乱坐一通 那你 成功的机会 可能不是很大 所以总是要根据 一些关系式呢 这个关系式 就这样准备了 这个关系式 我们可以根据 这个关系式呢 去 做实验的条件的改变 操作 你可能会成功的方向 去试 好 那 什么关系呢 我们待会再看好了 各位知道一下 为什么叫你背这个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呢 在实用上 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很有用 你碰到一样一个问题呢 怎么去解决 可以根据这个公式呢 告诉你一些方向 那么你可以 比较有机会的 去把这样一个问题解决掉 那么比如说 呃 这两个分不开 对不对 那么因为他太胖了 两个病 太胖了 所以这样一个距离呢 那分的不够宽 不够开嘛 那么所以 怎么办 假如说你还是那么胖 那就让它分得开一点 两个就不会跌在一起了 所以让这两个分得开一点呢 是他们 在你的系统里面 镜像 跟你的飞行 这两个飞行 它的选择系数 阿法值呢 你把这个阿法值 想办法 让它变大的话 让这两个就分得比较开 虽然还是那么胖 但是就不会overlap在一起 当然这个 是一个办法 但这个办法并不是最好 最后办法应该是第二个 你要想办法呢 让你的这个分离效率好一点 所以N值要让它变大 所以N值变大 N值变大的话呢 你的resolution就变大 所以N值变大 或者说这个 H值变小 H值N值代表着看 那么N值变大 H值变小呢 效果就是你的分离效率变高 分离效率变高的意思是 它的peak会变得比较窄 比较shark 就不会那么胖胖的 会变得比较窄 比较窄的话呢 即使它还是这么 时间分的距离 还是这么远 这么近吧 应该说 但因为它现在peak变窄了 变瘦了 所以它分开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办法 那么至于说 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哪些变因可以让你的N值变大 H值变小 那我们后面再讨论 就这个是告诉你一个方向 分不好 你的resolution不好 怎么样把这个resolution变大 一个N值变大 让生命效率变好 这个N值已经不能变了 你的系统 你一定要去分析下来 发现 哇 我这条电影最好了 N值不能变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看一下alpha值 能不能改善 alpha值不能改善 kbpland可不可以改善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提供这样一个关系 让你有一个方向 可以去试 我们再回头 实际公式 它的意义在这边 我们真正要去算R值 还是用CM returning time 跟pick位置 去算 所以说这个N值 总算刚刚已经 讲过了 N值 根据实验的结果 可以算N值 N值算完之后 你当然 马上就可以算 这个play high 我们说这个管数 这个管数 它到底有多少 这个play N值 number of play 那么N值知道了 多少play之后 那每一个play 它的厚度 高度 play high play的高度 那么是多少 马上可以算出来 你可以从长度 缓住的长度 除以N值 所以N值跟H值 这个中间 这个转换 这会算 知道N值 很快可以算H值 那么知道H值 当然也可以去算N值了 我通常是 知道N值 从实验结果算N值 然后再去算H值 那这两个值 什么意义 这个比较重要 N值是越大越好 N值越大越好 H值是越小越好 越薄越好 那这两个数值 尤其是H值 越薄越好 它反映出来的是 你的管住的一个efficiency 高的efficiency 那这个管住的efficiency 指的是什么efficiency 什么样的efficiency 当然是separation 管住你要做分离 你的separation efficiency 分离效率会比较高 所以N 应该是H值越小 H值越小 同样长度 你的N值越大 就是H值越小的话 你的管住的efficiency separation efficiency 会越好 那讲完了吗 所以你要背的公司 不少了 或者公司 很多你们都背过了 剩下几个没有背的 但是resolution 这两个 其他你们应该都算过 好 那我建议同学是从现代开始 有空的时候就背一下 就不要累积到你考前 再背 很痛苦 那对这些公司的e 有没有问题 那么这些公司很重要 不管你将来 你们如果继续深造的话 绝对在你的研究过程里面 一定会用到chromatology这样的技术 不管用GCLC 一定会用到 不可能做 进化选的 不用到这些技术 用到这些技术的话 你大家都要去算 技术结果里面 会去算这些数值 所以你对他的公司 一定很熟悉 考研究所也会考 所以不管为了考试 为了你将来而用 这些公司都是很实用的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往下看 那么我 这个课本 公司列得很全 但始终就少一个公司 改了版本 很多版本 最新版出来的 还是没有放进去 那我也比较为少 因为那公司 其实蛮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 A symmetry factor 不对称 因子 就是一个chromatology 跑出来的一个分析 它形状是一个bossing curve 这没问题 一个理想的 Dotting curve 应该是对称的 对不对 对称的 但有的时候 你的分离的 条件 分离的状况 让它出来不是对称的 像这个 前面是比较 上升的比较快 然后尾巴呢 Toway 我们叫pictailing 像这种情况 前面上升比较快 然后呢 尾巴这边呢 比较宽 前面比较在 后面比较宽 我们叫pictailing Toway 很多时候呢 会看到是 这样一个Toway的情况 那当然它toway的话呢 一定是不对称的 那到底不对称的情况 多严重 A symmetry pict 不对称的这个pict呢 到底多严重呢 你当然说 你看嘛 我做的时间结果 是这样 这么不对称 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 你看 有的时候很难去看 所以多严重 所以把它算成一个数字出来 所以它才要有些定义呢 然后根据这个定义去算 A symmetry factor A F A symmetry factor 等于A除以B 那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 A放前面 B放后面 A的前面那一部分 B是后面那一部分 但这个桌子它这样标 公式这样写 我们只好去看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A是后面 后半 中间到这个B最高点 把它分一半的画 就是这个B最高点 随时划线下来 然后呢 十分级的高度 从底部算起来 十分级的高度 这个地方呢 尽量这个宽度 那B呢 是前 前 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P 前面的这一半 它的Pig width 十分之一高度的Pig width 然后呢 A呢 是后面这一部分 十分之一高度的Pig width 所以后面 所以后面 所以前面 知道这样 OK 所以 assimitive factor 说大于1的话呢 表示拖位 像这种情况 后面比前面宽 所以AF呢 是大于1 代表是一个拖位的 大部分不对称的 大家都是拖位 比较多 那这个 还蛮常用的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系数 或者因子 assimitive factor 去 告诉人家 你的这样一个分析 我在我的分析系统 它得到的Pig 是不对称的 那么 不对称的情况 有多严重 有这个A字呢 就可以求出来 没问题 那时候我们不晓得 我们这个School 为什么它不放进去 这样一个关系事呢 为什么放进去 我不知道 但是它在这本书里面呢 它有秀一张图 这是新版才有的 这本没有 就告诉你 Elepig 如果不对称的话 情况没有 有Tailing 有Fronting 前面 比较 慢 下来很快 比较Fronting Tailing 是前面很快 下来比较慢 Tailing 大部分时候 你看到 大家就Tailing 比较多 这个Resolution 刚刚讲过了 所以我们多加一个 这个公式呢 就是Assimetry Factor 这个关键是 这个我们刚刚也看过 假如说你针对一个Overlapped Peak 你想要去把它分得比较好的 Resolution要增加的话 一个呢 是增加这个 让这两个分得更开一点 选择因子变大 增加Alpha 另外一个呢 就是增加N值 或者是降低H值 让你的Colin 分离效率比较好 那Pick变得比较sharp 比较窄 那就可以不用分得非常开 因为它很窄 所以不会Overlapped 那至于说怎么做 我们在后面再讲 各位知道一下呢 这样子 它就可以达到呢 增加Resolution的效果 那这是另外一个 一本书上面 这是另外一本书 所以同样的事情呢 它的这个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不同的作者 这件事情都很重要 所以他一定要去讲 一定要去说明 那怎么去说明 不同的书 不同的作者 他摆的图 可能会不太一样 说法 可能会 有一点点差异 这是另外一本书 那么他的作者 对这件事情 一个 碰到一个问题 是Full Resolution 一开始碰到一个问题 Resolution不好 怎么办 当然要搬出这个公司来 怎么办呢 第一个 让他减瘦 减肥嘛 变瘦一点 怎么去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要增加N值 或者降低H值 让他的Separation Efficient 变好 那如果没有办法 他还是 这个已经最好了 不能再瘦了 那你就要想办法 去改变 阿法 当然分开一点 分开一点 他这个T因子呢 就是Injection的时间 Injection的时间 那这两点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 我们的课本 诶 是我们的课本吗 诶 诶 是我们的课本吗 这样画 那这是为什么你要去设计的速度 当做一个比较的一个技术 都给扩一点 没有电话呢 我们要继续往下了 往下要介绍的就是 所以,我不能够解释。 而BIC為什麼越來越誇張? 需要Cannounce Theory, 去考慮真正在管庫裡面, 你的分析物, 他真的要考慮的時候, 走過這個中間的填充物, 跟他的計較表面上。 因為有哪些其他的因素呢, 也影響到他這樣的過程, 所以他會越來越快。 有的時候呢, 變化的情況很嚴重, 有的時候呢, 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是什麼原因呢? 所以我們都要講, 這個Cannounce Theory, 裡面這些原因。 所以我們先看那個表, 就是有一個BARRIALS, 變異, 變異, 那些變異會影響到 他的性格分立的效率。 就是為什麼,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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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上肌跟擺植, 常都一樣。 那麼, 他得到一個N子, 不一樣, 他可以變異變異, 或者變幻, 變窄, 是跟什麼樣的, 跟變異會影響? 這個, 我們印象上看, 第一個呢, U呢, 是Linning Rust, Mobile Face, 線境, 速度, 再次強調。 Mobile Face, 它的線境速度, 單位時間, 好多, 多長個距離。 那, DN跟DS呢, 這一次可以來的Defiscal Coetition 擴展速度, 擴展次數。 擴展係數, 擴展係數, dm解長沒有etas, S Monoane Resetation. 擴展係數, 擴展係數, 擴展係數在電話系統中。 由這個D了, Defusional Coetitioning 我們看一下ELLI 为什么要讲这个扩散系数 因为不同的东西 扩散的系数是不一样 这跟它的大小也有关系 如果朋友看一下 这边特别标出来的 都是在水里面 都是在水里面 这个Suprox 这个浸蓝 这个分子分 Serum 这个Fuming 这是血清的蛋白 它的分子量比较大 这个蛋白质分子量比较大 这个Suprox 是一个小分子 一个小一个很重 它们比较大比较重 同样在水里面 同样的浓度差的话 它的Diffusion 快慢的 就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比较大的 比较重的 Diffusion和Fusion 它们比较重 它们比较大 它比较重 差了10倍 这是在浓度水里面 在水里面 不同的东西 它们当然想到重量 形状 可以影响到最多的 Diffusion和Fusion 那还有一个呢,机系内容器,一个在气体里,一个在水里面,浓液里面。 那这个Diffusion Co-Efficient呢,差别更大。 差多少? 看,现在睡觉。 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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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然后,来看那个Diffusion Co-Efficient里面,他们的Diffusion Co-Efficient这一项,差不多少。 数字在里面,然后,等一下。 那一千倍。 差不多吧,差一千倍。 那,是在哪一个状态? Diffusion Co-Efficient里面。 好,班长。 气态,还有这个液态。 在哪个状态里面,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比较大。 气态。 大个差,刚刚这个有些,我先不讲,差一千倍,差不多。 三个,三个。 那这个概念要有。 它就上去。 那,Retaining Factor已经知道了。 这个P或是K1。 这个P或是K1。 那另外,这边有D两个。 一个是呢,你的Platin Particle,它的Diameter。 填充颗粒它的直径。 DT,代表Porticle,它的Diameter直径。 然后,DF呢,代表你的静向。 就是你的Porticle表面的内层静向。 它的厚度。 那你的这个,Platin Particle表面, 你总的内层静向。 它的厚度很低来。 所以这每一项它的意义呢,我先要知道。 那这些我们都讲过了。 心,就是没有看过的是这两项。 Platin Particle。 Platin Particle。 它的Platin的直径。 大小。 跟它的表面的那种镜向。 表面的镜向。 它的厚度。 对我们的厚度。 再来看的话呢。 各位各位很熟悉吧。 各位给你们推手。 就是说,整个Pinite Theory里面。 那最后用到的就是。 所有的影响让你病变宽。 病会变宽。 所有可能的影响。 它用一个关于室的表演出来。 就是这个Pinite Theory。 当然这是这位先生呢。 他所找出来的一个关于室。 那这个关于室呢。 就把H代表你的危害。 每一层,每一层,每一层,每一层。 后部,都。 那这个H越小越好。 H越小,代表你的Counter Infection就越好。 那这两个。 那这两个看起来,就是。 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你的Pin越小。 那这是你真正看到的效果。 就是说。 H越小越好。 代表它的Counter Infection。 分离效率越高。 实际上得到的。 就是你在分离的时候得到的Bin。 Bin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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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关于室内。 这种关于室内,就是你的分离效率越好。 Counter Infection的效率越好。 也代表你H越小。 那这种关于室呢。 希望你能够放到你关于室内,H越小越好。 代表你非室内,H越小越好。 这种关于室内。 所以,这种关于室内,影响到。 讓你的病這個換案載 有這個H代表反應錯 那H越大的話病率越快 H越小 病率越載 那所以我們希望H越小越好 那希望H越小越好的話 那當然希望每一項都是越小越 每一項都是越小越 那這邊1 2 3的項 那每一項代表就是這一種影響力 在你飛行物進入管座之後 然後它分離出來 然後最後出來 那麼影響到這個它變寬了 那當然最好是進去多窄 出來就那麼窄 不可能 一定會變寬 那那個寬的話呢 希望它不要變得太寬 它一定會變寬 那希望它變得不要太嚴重 那就是希望每一項都要小 那每一項代表一種影響力 A呢 在這邊 叫做Modic Flow Count 就是它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油筋的目徑不一樣 讓它變緩 所以A這項是代表 這個過... 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的影響 因為這樣一個... 這個過程 所以造成它變緩 那A跟它有什麼關係呢 那A跟它有什麼關係呢 就它這個尺寸 你在這個分析式裡面呢 這邊有很多分析式 對不對 那這裡面的 Landa Gamma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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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不要管它 這些細數 就剝裂掉它 不要管它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會印象到這個... A的這一項 那主要是跟什麼關係 主要是跟Polical Size 所以你希望A小的話 當然希望它這個Sight越小 A這個越小 A小的Sight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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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A是什麼 什麼叫做這個... 這個... 這個... Modecal Passway Modecal Flow Passway X 這個... 多重的這個... 不同的... 啊... 不同的... 路徑嘛 那我們的看法是用這張路牌的 這個都代表你的 填寸顆粒 顆粒中間的... 顆粒中間的... 空隙 A的話呢 代表說 D跟2同樣的東西 同樣的FaChange 我們一起進來 我們現在不管它 跟你的鏡像 作用力 你先不管 作用力的時候 你腳都一樣 你先不管 我們就看 它走的路徑不一樣 造成的結果 1呢 它比較細密 直接過來 2呢 它都轉了幾乎 踩過來 所以你... 當你... 1呢 已經走到這一點 到B條線 在這裡的時候 1跟2的作用力 跟那個鏡像作用力 完全一樣 現在只講 考慮這個 走的路徑不一樣 所以呢 2呢 它走的路徑比較長 所以當它... 1走到這邊的時候 2呢 它還在這邊 對... 它只走到這邊 所以光是因為它... 路徑不一樣呢 就會造成兩個... 它本來應該是非常窄 就兩個一起嘛 結果呢 因為走到路徑不一樣 跟那一千以後 那就... 這樣子 你跟那個B條線 自然變化了 自然變化了 這是它的意思 有問題啊 所以這部作者 跟這樣都會表示呢 其實也蠻好的 那Harris這本書 畫得更仔細一點啊 講的事情是完全一樣 講的AZ一項 Onco這個Protest 3 3 1 2 3 同樣的東西嘛 A... 1呢 走的路徑最長 2是騎士 3呢 最細密 走的最短 所以呢 當它這個... 跑過他們的時候啊 3最細密 3最多先出來 這個是我們記錄器 3最細密 2呢 比較晚出來 1呢 最晚出來 所以呢 等到... 3已經先出來了 1呢 最晚出來 等到... 等到... 3已經先出來了 1呢 最晚出來 等到... 3已經先出來了 1呢 4Protest 但是这个A呢,你既然知道它是因为走的途径不一样,让那个B变得完。 那,影响的因素呢,是,比如这个颗粒大型,比如这个packing particle,它的大型。 你的packing particle呢,越小的话,越小的话,越远的话,像这个的话就不非常。 越小越远的话,即使它多转几个弯,它那个差距就不会比较小。 所以说你刻的越小,那么虽然走的途径不一样,有的人多走两个弯, 但是它能够颗粒很小,多这两个弯呢,它的这个距离,差距呢,不是太大。 如果你颗粒很大的话,多转一个弯,造成这个分开的程度呢,就比较严重。 所以这个应该很没有了解。 所以这个颗粒越小,这个bp,Origal Size,Iometer,越小的话,造成这个变广的效果越不严重。 那么另外一点是,像你现在做的机器嘛,都是新的仪器嘛,我们都是毛续管它了。 那毛续管它了的话,里面有没有减重的,没有减重。 毛续管它了的话,这里面没有填入颗粒,没有填入颗粒。 这个镜像呢,直接涂布在管壁,直接涂布在管壁。 这是很厚,很厚,很厚,很厚。 这个是,这个是,不然是它,重动力。 这个毛续管,内力呢,是很棕色的,代表它的镜像。 这些镜像。 图布在你的内力,图布在内力,非常薄。 所以你的,这中间也没有颗粒。 没有,没有颗粒的话呢,你的AZ像营养全不存在了。 都存在了,都存在了。 好。 所以对于这个OpenTuber的讨论,就是Cavery,这个机器的讨论。 AZ像是不存在了。 就没有了。 所以AZ像跟Color Size有关系。 那我们再看这个,今天大家听一下。 那B这一项呢,是什么因素? 那B这一项呢,是什么因素? 那B这一项呢? 那B这一项呢,是纵向迫伤。 那Diffusion。 就这是一个管轴。 这是一个管轴。 这是一个管轴。 你的MomoPay流动方式很紧。 那这个是你的SampleTone。 打进去的SampleTone。 它的管轴。 那因为,在这个分离管轴里面, 你光是Sample本身呢,就有一个管轴。 表示这个序域里面,是你的Facial。 左边右边呢,这边没有你Facial。 它的浓度是零。 那浓度差就在这边。 这个SampleTone里面是你的Facial。 有一个浓度。 两边呢,都只有MomoFace。 没有Face。 浓度差就会让它造成, 像左右两边的浓度的地方破散。 这是自然的。 因为这个浓度差造成Diffusion。 那这个Diffusion方向, 跟管轴呢,是相互的平行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用Facial。 应该翻译成纵向的破散。 指的是这两边的破散。 这两边的破散。 这两边的破散。 所以,这个是自然的。 因为浓度差,它自然相当于破散。 所以,我们用Facial。 那,它为什么跟你的Lineering, 这个Velocity, 叫你这个,MomoFace的Lineering, 它是在分布。 表示你的Lineering,越快的话, 这一项的因素造成变宽的因素, 影响越少。 就是很简单啊, 因为它是向两倍破散。 那你越快的话, 代表说你的分区呢, 在广度里面停留时间越短。 所以它可以向两倍破散的时间越短。 扩散结果当中, 就没那么大了。 就很自然。 所以这一项系统的原因, B over U。 因为你的比方是越快的话, 它在广州里面, 那么它还可以存在的时间, 滞留的时间。 如果没有时间越短的话, 它可以扩散的时间越短。 所以它扩散的效果, 没有那么大, 所以并没有那么快。 所以这个是, 整个Mobile Face, 移动的方向, 这个方向。 所以说这个流失越快, 这个Lineering比较是越快的话, 在广州里面, 在广州里面, 发生Diffusion的结果, 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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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这是第二项。 那么第三项的话, 我们先很快看一下就好。 第三项的话呢, 是指你的, 你在那个, 分析网在动向跟镜向之间的, 这个平衡, 这个平衡都需要时间。 理想的话就是, 你的平衡非常快, 绝对的快, 就顺便完成。 顺便完成。 但事实上, 你的分析物, 在动向、镜向里面, 和平衡呢,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需要的时间, 越长的话, 就还没有完全平衡, 它就往下移动。 所以呢, 它会变得, 因为这样, 镜向动向不平衡, 还没有完成。 那完成的这个程度呢, 越不完全的话, 它会变得带宽越宽。 言论上, 假如说, 瞬间完成, 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完成的话, 它的带宽, 不会变得很困。 越不给它时间。 越没有时间, 就达到完成这个平衡的时候, 它就一定开始移动。 那你的变带宽呢, 是, 越,越,越严重。 这是它大概的一个, 异议。 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 我们下节目再讲。 那我们考试考到哪里? 我们考试当然一定对。 就完了吗? 就这一张结束, 考到这一张。 后面没有紧, 没有紧的。 对啊, 读完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下节课吗? 应该可以把这张, 这样完了。 就考完这一张结束了。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考呢? 各位记不记得? 你们都要记得吗? 你们都要记得吗? 是福利直电机。 是福利电机之后的, 我们从那个, 二十三张, 我们上个考的福利电机, 好吗? 那从那个福利电机之后, 那也是考到这一张结束。 好想看。 因为你A和D呢, 跟镜像动力不一样的话, A的动力比较小, 它跑得比较快。 B的动力比较大, 跟镜像动力比较大, 它跑得比较慢。 慢慢就分开了。 慢慢就分开了。 所以你的这个游戏呢, 持续的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它就带个BFD呢, 往这个, 一个换处啊。 镜像, 从那个, 如果换处的移动。 分开之后呢, 我们看到, 就是一个BANG, 一个BANG, 一个趋带。 所以你叫做BANG也可以, 一个带, 带状, 或者叫做ROOM, 也是一个趋带。 这两个意义都一样。 所以你叫做BANG, 或者叫做ROOM, 都可以。 然后慢慢的, 这个带下来。 带下来, 最后呢, 从这个出货段呢, 出来。 早期的时候, 像这个早期的时候呢, 不是在连出, 我这样, 直接放你的DETECTOR, 你是把它收起来, 我好生收一段, 或者说, 很普遍的使用的一个, 两边都不低, 所以你吃了, 也是一样的形状。 所以这个形状, 你反映出来说, 你在, 你的SAMBLE ROOM本身呢, 它就是中间, 中心的摩度比较高。 两边呢, 前远后远, 摩度比较低。 所以这个, 我们记录到的信号, 是一个平行信号, 那它反映出来, 在你短柱里面, 它能够分布, 那是这样的。 那这个能够分布的话, 你要自己会想象, 是这样一个分布。 好, 我们今天就上诺到这里了。 在想, 可能是这样的, 就这是一个, 二氧化系统。 细菌。 表面呢, 做了, 金的薄膜, 金的薄膜。 那, 你的, OJ ELECTRON的这个, PRIMAL BITS, 电子素, 电子素的话, 它吹是它, 不动。 一直有电子素这样扫过去, 一直有电子素不动, 然后这个, SAMBLE呢, 等底下移动。 所以, 你看到的一个, 电子素的一个轨迹呢, 是, 像, Scan, Linear Scan, 那Linear Scan过去呢, 一样的, 你要去, 去, 去点, 哪一个位置呢, 去取它的, 去测它的, OJ ELECTRON。 吃完之后, 去monitor, 云, 跟金, 它们的信号强度, 这个信号强度, 这个信号强度, 恶别的信号强度,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连续的, 是连续的, 那就是我们在Scan过去的时候, 去看这个, 吃到的OJ ELECTRON里面, 云的信号并, 它的大小, 金的信号并大小, 所以这个距离呢, 都是一样的, 当你这样移过去的时候, 当你, 那红线这个地方, 羊比较高的时候, 羊比较高, 应该是在这个, 基本上, 金又比较低, 我们吃完之后, 那, 金比较高的时候呢, 羊比较低, 所以在, 这个地方的时候, 羊比较高, 金比较低, 可能在, 蓝色区, 而Scan到金的上面的时候呢, 金也比较高, 金也比较高, 两个比较低, 所以它这样扫过去, 得到这样一个, 这个关系图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知道, 在这样扫过去的这个表面呢, 它们, 中间, 哪个地方是眼, 哪个地方是这个, 金, 它可以分辨出来, 可以分辨出来, 所以从这个结果, 你可以, 推回去表面它分布的情况, 这所谓的, 这所谓的, linear scan, linear scan, 特别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 那我们, 我们今天讲的, 这边好, 我们下一个段子, 就是我们, 这一家里面的, 电子光谷, 这两个方法的讲啊, 那一天更好, 我们来讲一个, 现实, 好, 下一个,